God and Hamilton 上帝与汉米尔顿 Pastor Tim Lucas at Liquid Church 身为牧师,我喜欢从属灵的角度看荧幕上的故事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很受欢迎的百老汇舞台剧《汉米尔顿》翻拍成的电影版 讲述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米尔顿》的生平 里面也有很多福音性的主题 这是个在2015年夏天推出的嘻哈音乐剧 立刻引起轰动 有些人甚至花上千元买张票 也在所不惜 原声专辑立刻登上了排行榜 全美很多场合都会播放这些歌曲 因为他们的百老汇调子很出色 这个舞台剧赢得了2016年11项东尼奖 其中包括最佳音乐剧奖 美国财政部本来决定要把十元美超上面汉米尔顿的肖像换掉 可是因为这个音乐剧太受欢迎了 还是决定保留了它的肖像 你们如果没有去看这个舞台剧 今年夏天开始在迪士尼电影频道播放 去年三月 我和妻子和女儿一起去看舞台剧 我必须靠房子抵押贷款才有钱去买票 为了庆祝我女儿的生日 我本来不知道这个剧到底怎么样 可是后来全场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钟 分分秒秒都让人聚精会神地看 即使你不喜欢音乐剧 你也会被创意的表演手法和精彩的剧情震撼 剧作家林马兰达是现代莎士比亚 他大胆地采用饶舌和嘻哈音乐 用现代通俗语言来讲述美国革命的故事 是一个完美的表达方式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 汉民尔敦说出他要建设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梦想 听起来是一个枯燥的话题 但他却用有趣的押韵饶舌歌 押韵的自如 押韵的自如 Democracy Socrates Rocks Mediocrates 扣人心悬 后来我看看四周的人 竟然很多人在哭 真是令人惊叹 一个历史人物与现代流行文化能产生如此大的共鸣 剧中涉及了很多现代社会议题 例如移民 性别平等 多元化等等 你知道汉民尔敦本身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移民吗 该剧的剧作家米兰达 称为典型的移民新路历程 剧中的建国英雄都是由有色足衣来担任的 如杰弗森又唱又跳 让人大开眼界 女性占了很重要的角色 汉民尔敦的妻子不过是个柔弱的女子 她聪明又坚强 她们夫妇俩对美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想这个音乐剧不只是因为一些社会议题而造成轰动 像复活彩蛋一样 它里面还包含着很深的属灵寓意 汉民尔敦的一生在上帝的同在之中散发出福音的真谛 如爱、饶恕、失败、恩典、甚至绝望和死亡 但最终有救赎 汉民尔敦是个绝顶聪明 但也是个残破不堪的人 在这些饶舌嘻哈音乐之中 蕴藏着一个宝贵的属灵真理 就是恩典 一开场就演上帝的恩典 如何把汉民尔敦带到纽约 开始新的生活 我鼓励你们去读美国作家 罗恩·策诺 所写的汉民尔敦传 是这本书感动了马兰尔 创作了这个音乐剧 汉民尔敦出生贫苦 在加勒比的一个小岛上出生没多久 他的父亲就离家出走 在他十二、十三岁时 他母亲过世 这个小岛上历经艰辛的贫困孤儿 如何能成为影响美国的开国云老 这个音乐剧就是以这个问题作为开场曲 道出恩典带领他的一生 1772年 一场飓风侵袭他所住的圣克罗瓦岛 他写了一篇文章 报道这场风灾带来的损坏 投到当地报社 这个仅17岁的少年 就意识到这个是上帝的惩罚 忽略大家悔改认罪 他写道 Despise thyself and adorn thy God Suck on the miserable and laid up a treasure in heaven 看清自己 高举上帝 帮助受苦者 积财宝在天 可以看出他对圣经很熟 一些企业家读了他的文章 被他的文笔感动 觉得他很有潜力 就急资送他去美国受教育 上帝的恩典 借着一个看似不轻易的善举 改变了汉民尔顿的一生 他抵达美国时 正是美国酝酿独立战争的时候 恩典的意思就是 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临到不配的人 在我们穷困软弱时 他的恩典出其不意地临到我们 他的大爱险在我们的生命里 上帝把一个小岛上的穷孤儿 搬移到大岛纽约 汉民尔顿在 Kings College读了几年 就引起乔治华盛顿的注意 华盛顿邀请他加入他的团队 最初是作撰稿者 后来他卓越的口才和文笔被发现 就被升为整个大陆军的参谋长 大陆军打败英国皇军之后 他就被任命为美国第一财政部长 在华盛顿之下 他成为全美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 这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奇故事 发生在他身上 也可以发生在你身上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础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中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有些宗教相信轮回以及因果 但基督教却讲恩典 我们想有我们本不配得到的 也从来没有想到会得到的 全都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 圣经说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 我们得以在神眼中看为宝贵 汉民尔敦一生都必须努力奋斗 从小就因为自己自身而感到自卑 她是非婚生子女 别人都投以异样的眼光 她的仇敌都看不起她 嘲笑她是私生子 外国人 移民 她化悲愤为力量 野心勃勃要证明给人看她的能力 在主题曲 我绝不会放弃良机中 她说出 不会放弃一发子弹的决心 最初她因为别人施语的恩典 而进入了美国 但她发誓 要努力证明自己是佩德的 她克服自卑和恐惧 立志要得到政治诠释和杰出表现 她无法想象自己竟然能做到 从一个小岛上的孤儿 成为美国政府第二号人物 野心和成功可以是一把剑的两刃 我们误以为必须靠能力才能做得好 而忘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 不会增加或减少上帝对我们的爱 恩典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对我们无限的爱 恩典完全出于上帝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在读她的传记和看这个音乐剧时 看到汉明尔敦出到美国 如何发愤图强 拼命向人证明她不是白白接受恩典的 以夫所书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无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恩典是白白的礼物 它的相反词是夺取来的东西 慈爱和恩典的相反词也是恐惧和惩罚 许多人对上帝的观念也是如此 问他们为什么要顺服上帝 他们说 因为圣经说那是上帝的命令 如果你做不好 上帝会惩罚 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圣经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才这样 据理 乔治王三世的角色很幽默 表现出他易怒苦毒嫉妒的个性 想要不顾一切控制他殖民地的子民 在他那首著名的歌中 《你要回来》中 他气呼呼的威胁要杀殖民地的人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词是 在关键时刻 我会杀光你的亲朋好友 向你证明我的爱 就是这个笑话 是吧 怎么可能用威胁来证明对他人的爱 由此看出 这个国王十足缺乏安全感 强迫百姓屈服 否则就用武力 靠着威胁和控制 那不是真爱 分别就在这里 我们的王主耶稣 是有恩典的上帝 天父差遣他的儿子来 向我们显明他的爱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和顺服 他不强求我们听从 他希望我们因为他的恩典而甘心顺服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全心地爱神 服侍神 是因为他先全心地爱我们 万王之王放弃了他的权利 竟然为了悖逆的百姓 甘愿付上生命的代价 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惧怕 我们可以完全信赖他 凡属于他的儿女们 都必不再惧怕惩罚 或者必须苦修挣扎 然而接受这白白的救恩 为什么那么难呢 因为我们都是人 经常犯罪 又怕神失望 圣经说 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对自己都失望透顶了 这个剧的魅力 也因为把汉明尔敦的人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照理说 他像一个圣人似的 聪明 勇敢 热情 但他也是个罪人 他很自大 和同侪不来往 跟杰弗逊 麦迪孙 和亚当斯 都有很激烈的斗争 最后还和博尔 有一场 生死决斗 令人婉拒的是 他背叛了他心爱的妻子 伊丽莎 历史学家都认为 他的出轨 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刻 1791年 有一个长得很漂亮 名叫玛利亚雷诺斯的女子 到他家来要找他 要和他单独谈话 他的糊涂让他进入了屋 他说他很穷 被先生虐待 汉明尔敦同情他 要帮助他 送他回家 这个女的竟然勾引 汉明尔敦上床 这么聪明自律的革命英雄 经不起诱惑 背叛了他的婚约 让他的家人伤心 也成了美国政府史上 第一宗性丑闻 剧中 那个女勾引他时 他唱道 主啊 帮助我拒绝这个诱惑 在诱惑面前 我们都会挣扎纠结 帝王和建国英雄也不例外 使我想到旧约一个英明的君王大卫 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就在那一刹间 他失去了理智 滥用他的权力 犯了奸淫 撒摩尔记下十一章二到四节说道 一天黄昏 大卫从床上起来 在皇宫顶上散步 看见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子 在沐浴 大卫就派人去打听 这个女子是谁 得知她是以莲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巴士巴 大卫差人把她接了来 她来了 大卫就与她同情 一国之君背叛了她的妻子 背叛了她的国家 与有夫之妇犯了奸淫 圣经说后来她怀孕了 你有空应该去读读圣经 里面有很辛辣的描写 她很紧张 怕这事被人发现 就把巴士巴的先生乌利亚 从前线召回来 可是乌利亚却不愿意 回家吃喝快乐 与她的妻子同放 因为她的战友都在前线打仗 后来大卫竟然做了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 他指令总司令 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最险恶的地方 到时其他人都要撤退 好让敌人杀死他 这样大卫就可以脱罪了 像汉民尔敦一样 这是一个救赎故事的罪低谷 世上没有完全的义人 每个人都犯了罪 像汉民尔敦大卫王一样 都是蒙恩的罪人 马丁路德讲了一句名言 同时是义人 也是罪人 每一个人身上 这两种特色同时都存在 你也一样 你也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你也能发挥刚强仁爱牺牲的潜力 同时作为罪犯亚当的后代 你也有犯罪堕落欺骗的本性 我也许只是说我自己 圣经提到很多生活 圣经提到很多活生生的例子 是义人 同时也是罪人 曼德拉说过 我不是圣人 除非你认为圣人是指一指 奋斗不懈的罪人 汉明尔敦也像大卫王一样 想尽办法要淹视他的罪行 他付封口费给雷诺斯的先生 后来他出版了雷诺斯小册 公布他的外遇事件 也坦证公开道歉 尽管对他的名誉有所损 招供认罪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和饶恕 饶恕是这个音乐剧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凡是受过背叛 伤害 都深深知道 饶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想想有什么人曾经背叛或伤害过你 你一定你一定会想 神饶恕了我 我就必须放过他们 原谅他们吗 不可能的事 的确 赵人的本性是办不到的 必须靠超自然的能力 汉明尔敦的妻子和一家人 都为他的外遇事情感到羞辱 他必须靠着神的大能 才能原谅他的先生 他到纽约上周 奥本尼他父母的家中待产 生下老六 汉明尔敦独自留在纽约 上帝利用这段分离的时间 让汉明尔敦谦卑下来 他第一次感到孤单 心爱的妻子不在身边 凯文克劳德在他的新书 God and Hamilton 上帝与汉明尔敦一书中说道 汉明尔敦来到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常到的地方 就是切切需要神的赦免 因为我们充满瑕疵 残缺和不完美的本性 需要上帝的赦免 我们很想正直地做人处事 爱人助人 可是却办不到 我们常常骂孩子 不说真话 出口伤人 无法借引 自己欺骗自己 背叛另外一半 还想用敲诈勒索来遮盖 我们做的这些措施 造成的伤害 都带给我们无法消除的 悔恨羞耻和罪恶感 大卫王的羞耻和罪恶感 使他回转奔向上帝的恩典 诗篇五十一篇 是他认罪之后的祷告 他内心一定充满了悔恨自责 第一节到第九节 神啊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悯我 按你丰盛的慈爱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尽处境 并截处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匿处 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你的牛七草 清洁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 求你湮灭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大卫祷告说 神啊 让我重新开始 我就把你的道 只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用我做一个例子 汉密尔敦看到 他造成的伤害 一定也跟大卫 有同样的感受 也许你也一样 犯过一些错 也许不是跟他们一样的错事 但是你犯了一些错 使你跟神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造成很大的伤害 当我们向神完全坦白 就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一样 神恩典的大门就大大敞开 神一定会赦免我们 不是他必须赦免 而是他愿意 神希望重建我们与他 以及我们与人的关系 我们往往看到的只是 我们的失败和软弱 可是神看到我们的未来 他知道靠着恩典 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汉密尔敦是基督徒 他熟读圣经 他知道神会赦免他 我猜他一定在想 我的妻子会不会原谅我 这之后 他怎么会原谅我的背叛呢 在第二幕剧里 以来沙唱一首歌叫做燃烧 他知道先生外遇的事情以后 就把先生以前写给他的情书都烧掉 表示他内心极大的痛苦 无法原谅他 据历史学者说 以来沙是很好的基督徒 第二幕将进结尾时 很感人 我称之为恩典篇 他们夫妇俩一起站在台上 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疏远的距离 他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婚姻 儿子菲利普在一场决斗里丧命 汉密尔敦表情呆滞 全身僵硬 汉密尔敦人生到达了低谷 他放下自己的骄傲 恳求妻子的原谅说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只求你原谅我 让我能留下来跟你一起 就够了 就像大卫一样认真的悔改 在热闹的嘻哈音乐剧里 这一段特别安静 背景和倡道 他们要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饶恕 我要承认 我当时坐在观众席上 心想 我不喜欢看音乐剧 看看旁边 我的太太流泪不止 我自己竟然也控制不住 流泪满面 所有的观众都在哭 当以莱莎握着汉民耳顿的手 唱着 好恩不可明 乃饶恕也 他们就在做令人无法想象的事 照着我们的本性 根本不可能饶恕 所以称为七夜恩典 以莱莎能够原谅 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源头 恩典也在汉民耳顿心中 也是福音的核心 让人难以相信 我们的一切过犯罪言 我们一切的过犯 神必定会赦免 祂必定会修补那些我们破坏的关系 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 律法本是外天 叫过犯险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你的灵魂深处 能完全接受神奇妙的恩典 然后行出来吗 这恩典不仅是奇妙 而且神随时会赐给你 无论你以前做错过任何事 神猜浅祂的爱子为你舍命 你才可以有个新生命 以来莎原谅了汉明尔敦 她自己得到了释放 你也可以 饶恕可以让你自由 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问一下你个人的问题 在你生命中 有谁需要你的原谅吗 你可以从神领受饶恕的恩典 然后毫不保留地给予别人吗 在汉明尔敦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虽然她太太已经原谅了她 但是她内心还是很郁闷 沮丧 华盛顿总统退位之后 汉明尔敦也失去了她的地位和权力 成了政治上的流放者 她的长子在一场枪斗中上升 她自己也在47岁时 与她长期阵敌亚伦伯尔枪斗 她受重伤死亡 她甚至划船过哈德逊河 到威斯哈克,New Jersey 她儿子上升的同一个地点 参加枪斗 历史学者说 她朝天开了一枪 因为她不愿意伤害对手 而对手则朝她身子开枪 她临死迟说道 借着耶稣基督 我能仰赖全能者的怜悯 我是个罪人 恳求她的怜悯 她有得救的盼望 以莱莎非常伤心 她安慰妻子说 我和儿子会在天上等着你 这是一个爱 饶恕 甜美 但也有破败的故事 包含了很多层面 就像今天的美国 是个救赎的故事 汉明尔敦死了以后 以莱莎用汉明尔敦的艰苦人生经历 做了一件很美的事 汉明尔敦从小家世孤贫 被人看不起 以莱莎跟一些妇女建立了纽约第一家私人孤儿院 汉明尔敦一生因为出身不好而受气 她妻子立志要帮助有同样遭遇的孩子 十九世纪初的孤儿 不是流浪街头 就是参加不良少年的帮派 她先生死后二十七年之久 以莱莎都在艰苦地做孤儿院的工作 她四处破款 募捐衣服 鞋子 圣经等物资 她说 我绝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求助的孤儿 她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她觉得这是赐给恩典的神给她的使命 也会给她力量去达成 在最后一首歌里 她唱道 要把丈夫残缺破碎人生经历转化成为美好 剧中她一声惊叹 叩人心弦 震惊全场 她举目向天 她看到了汉密尔敦吗 还是看到了神 她看到这个故事终于闻名全世界了吗 剧作家马兰达不愿讲明 她说让观众自己去了解 有些人说她看到永恒 看到她对神的爱 以及对丈夫的爱 使她能帮助纽约无数个孤儿 两百年前 她建立的孤儿院 如今还在 叫做Grand Widom 帮助贫困的家庭和孩子 她在那些受助孩子的眼睛里 看到汉密尔敦的影子 这就是救赎 神使破碎转化成完美 这也是神差遣耶稣基督 为你所成就的 把破碎变成完美 祂赦免你的罪 祂的爱救赎了你 也要你同样去爱别人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音乐剧 吸引全球观众的秘诀 最后带出的是属灵救赎的信息 当我听到他们唱到神的恩典时 我的灵也忍不住想跟他们一起高唱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神赐下奇异恩典 感谢主赐下这个故事 主喜欢用比喻讲道 你知道用比喻 我们才可以把真理听进去 我们被这个故事震撼 因为在故事中 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软弱和失败 我们敞开心来到你面前 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 当我们坦白承认自己的罪和软弱时 你应许不单单是赦免 你还要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 我们求你洁净 感谢你爱我们 我们很多失败 我有很多失败 赦免我的罪 请你来到我的心中 拯救我 我要尽心尽力跟随你 帮助我去饶恕别人 如同饶恕 如同你饶恕了我一样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